实修是什么 实修是真实的修行 老实的修行 再讲白一点 实修就是要持戒 我有持戒 对戒律的戒相法理 能够通达了解 然后尽行受来持守 延迟不犯 报名参加五戒法会 受戒 回去要持 遇到很多的诱惑障碍 顺利圆境 都能够通过远迟不犯 要有功夫 要有决心 实修就能跟上师相应 如同见师见佛 戒要持守 佛陀的教戒要听受 佛陀要我们调伏己心 自立才会成就 你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 真实自立 比如说勤修戒定慧 洗面 贪嗔痴 那利他呢 我们用佛法 如理如法的来利益众生 逛街善缘 要去做的 这个叫实修 戒律要持守 善事 功德 饶意有情 再深化一点 每天要有定课 诵经修法 念佛持咒 大礼拜 遥转经轮 绕塔进行 他说那你们时间 不就要用很多 是你时间用很多 在懈怠善意 造作恶业 在世间的五欲六成上面 很少佛法的真理 清净的甘露 来滋养你的内心 连上座修法 念一步经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就好像当做交差了事 例行公事 按表操课一样 你真的懂得怎么样 过好一个人的生活吗 真的懂得让自己的生命品质 如何保持他生命本有的活力吗 真的懂得怎么样对自己好吗 大家对自己的生活都不尽满意 但是又敢压上架 必须日复一日的去过 心灵空虚 渐待的时候 就会想追逐 世间的欲望 感受 感官的刺激 来达到 所谓的 自我满足 心里还很空虚 流行歌曲一出来 再轰动 你多听几遍 心里烦得很呢 歌手那个脸 他也烦得很呢 两个烦得很的人 在电脑上 神交了 还要听他唱 白爪切毁 你怎么会找得到 平静心灵的方法呢 没有办法 向外攀缘 主持 突然浪费时间 慢慢慢慢时间过 你什么都没找到 所以佛家语讲 明明白白一条路 万万千千不肯修 明明白白一条佛法的 清净解脱大道 摆在眼前 万千众生不肯去修的 有参加有接触 那不叫实修 你得到的佛法利益 是相当有限 而且可能还是短暂的 结了一个缘 所以来到道场结缘 要实修 得到真实修行 真实解脱 现世有真实利益安乐 那才叫功德 你得到了佛法的真功德 如果你没有 哪有什么功德可言 我们学佛修行 不是做表象 来表演 来示范的 自己心里空洞的不得了 或者偏差的不得了 我们常常会摆出 很好的样子给人看 其实你看自己也没有获益 也跟众生 没有结到什么善缘 众生结善缘 无非是用佛法利益他 这是给众生最好的礼物